主要第一個我們要了解一下 像這個是金融相關的 這個是外匯資料 如果說我今天想要取的是歷史資料 比如說像剛剛這個網站 在雲端上面的第五頁的地方 所以你們可以找到 雲端白板裡面的數學函數的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裡面的話 你可以移到第五頁的位置 這邊有一個連結 這個叫齊交所的外匯歷史資料 那當然我剛剛有講到 它跟這個開放資料 其實一樣的地方是什麼 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它預設的資料就是11月 剛剛我把他翻弄 剛剛預設的資料 如果你假設直接連過來的話 它應該就是開放資料裡面的時間 就是11月1號到12月12 應該是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到12月9號 因為昨天跟前天 因為這個是假日 所以它沒有資料 如果說你假設要其他資料 它其實也提供給你 可以自己去變更 得到結果的一個方式 但問題來了 這個地方 我剛剛送出查詢 上面其實並沒有一個問號 像大樂透 它是一個問號 有沒有 問號後面就是一個 哪個參數 等於什麼多少 比如indage page等於1 然後end有沒有 然後order by等於 好像是new吧 OK 那其實這邊 理論上應該按下送出 它應該也要把這些資料 傳到這個 這個叫server 主機上面 那其實這個動作 其實就白話意思是 你要跟那個主機溝通 意思就是說 跟那個server上面 跟他溝通說 請你給我資料 所以你會有個需求 有沒有 你跟他講 我要什麼 哪個區間的資料 他就會 那他會給你資料 就是透過 傳送 就是丟回來給你 你可以看到 所以他其實是雙向的 你先丟需求 他丟回來結果 OK 那所以呢 他怎麼丟 重點來了 所以接下來的話 如果假設 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有個地方 這個其實 就是爬蟲稍微進階一點的 那不管是python也好 或者是VBA 反正他的邏輯都一模一樣 因為網頁的運作的規則 都是固定的 所以如果你會這些 以後可以做蠻多工作 現在還蠻缺這種類似爬蟲 或者是說 甚至是後面的那個設計人才 在後續 假設你想知道按右鍵 這個右鍵裡面有個檢查有沒有 檢查的地方 我之前跟各位講過 他這個後面其實就是 有所謂的HTML 有沒有 HTML就是他背後的原始碼 那這個原始碼 老師 那我們平常不是看前面這東西 其實這個是因為 Google Chrome 流覽器幫你翻譯的 他其實是幫你把後面的語言 變成你看得懂的一個樣子 但是實際上背後的東西就是這些 那這些的話其實也非常缺人才 現在最缺的就是 至少要了解後面HTML 然後像什麼CSS OK 比如像一些 那個如何把它變漂亮一點的樣式 有沒有 或者是前面還有一些像一些動畫 一些一些程式部分 像JavaScript 都非常缺人才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不妨也可以再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這個整個就是一個產業一串的 那我如果想要去變動的話 其實跟各位講 第一個 你按右鍵 然後檢查之後 它會有右邊這個 當然你可能看到這個 你會覺得 哇好多東西很亂喔 不過你只要找到關鍵點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找到 有一個關鍵字 叫Network 有沒有 它本來是會停在哪裡 叫Elements Elements就是它裡面的這些 這些一個一個的這個標籤元素 Elements 請你把它改成叫Network Network叫網路 那為什麼要切到網路 其實很簡單的意思是說 因為它是偷偷的透過 那個後面的參數給主機 有點像把它包裝起來 那我怎麼從包裝裡面看到 你反正你會傳遞的話 你就會透過網路 那我透過網路的話 我可以中間把你偷偷的截取 有沒有 你只要傳過去 那我可以偷偷的截取 有點像你送到郵差那邊 然後呢 趁郵差不注意的時候 把它打開來 有沒有 然後看一下 然後再把它放回去 OK 讓它不知道說 原來我已經看到裡面內容了 不過好像感覺有點像那個小偷一樣 但其實 這動作有點像 只是說我比喻一下 那所以呢 有點像是透過網路 所以接下來 你可能要先點那個Network 那接下來 因為這邊 裡面是空的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按送出 那接下來我怎麼知道說 它到底傳什麼東西給主機 那接下來我可以改一下 比如說我把這邊改成 10月1號到11月好了 11月30 好 那我改完之後 我會按一下 所以你1